嗨,我是絕美 我個人一直有在玩3D跟3D練音 年初的時候我就有自己練習做一隻紫色龍 還練習做了動畫 10秒簡單的繞圈跟噴雷練這樣子 抱歉啦,我音效懶得搞了 那這隻紫龍也有印出來,大概16公分高 當時第一次做龍,我就想說做簡單一點嘛 所以龍靈跟後腳就直接懶得做了 然後你看到中間開了一個洞的 那是龍珠 至於為什麼龍珠開動 理由挺無聊的 因為我上一塊電繪板是有附一個筆座 可以把筆插進去立起來 但我目前用的電繪板就沒有了 所以我就很無聊想做一個造型筆座 把筆插進去 像這樣,有沒有 不實用喔 我自己後來還是讓筆繼續躺著 再來講去年為了比賽設計的變形況嗎 就是以貓加水晶礦石結合出來的 這隻當時做我只能說很麻煩 也許是因為當時第一次嘗試做變形跟關節設計吧 它是一個可以縮成一顆球狀的變形 我有錄一段實體變形的過程 從跟我的手的比例來看 可以看得出它縮起來還是挺大顆的 而且關節設計是可動的 例如這個手指 就是要給它比出這個經典的手勢啊 整個做完我有個心得啊 虛擬很好掌握 現實很難控制 最後比賽得了第二名啊 拿了極捲線才回家 然後既然變形方式都設計好了 動畫就一定要給它做起來啊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做的挺帥的啊 變形好最後還就是要把它擺個帥氣的姿勢定格 那我在巴哈小屋有寫一篇文 紀錄比較詳細的心得跟過程照片 有興趣的話在底下連結去看 今年為了比賽再次用家裡的機器印了一條龍 對 怎麼又是龍 剛好拿我四月多做好的檔案來用 怎麼知道當時也是被要求做東方龍 剛好比賽主題也符合 就直接上啊 那這次做比較細了 龍靈跟後腿都有了 嘴巴裡面也有舌頭 牙齒也是粒粒分明 爪也改成五爪 高大概32公分 你看32公分這麼長 這麼長 鄉民30公分 但這一條龍拉子一定超過 分別切成10塊裂印 畢竟裂印機沒那麼大台 這次印的重點在龍靈 印太小隻大概就不會粒粒分明 摸起來真的是很爽啊 這隻我叫他五爪雲龍 今年11月7跟8 沒意外開拓原型大賽我也會去參加啦 但是我應該還會再印一隻不同顏色的指示 最後各位如果有3D電影的需求 或是設計製作3D模型的需求 歡迎來IG或FB私訊我 畢竟我自己也有做動畫跟玩3D 你大概會遇到什麼問題 我都知道啦 拆件啊 調大小啊 外面太專業太貴啊 我懂啊 我懂 就交給我吧 我還能付你縮時錄影 讓你的爸爸媽媽爺爺爺奶奶 知道錢是怎麼變成3D列印的 我跟他對話說 我看起來很爽